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包包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做成的自媒体,我是主持人小果 便秘作为难言之隐是十分尴尬的存在 有研究表明,我国如今慢性便秘患者占比为3%至17.6% 并且随着年纪越大,便秘的概率已越高 便秘严重困扰着人们的生活 尤其有四类人最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 一,常吃肉吸烟的人 胃肠躁肉内结,好伤精液会导致大肠传导湿润 大变肝结,便秘由此而来 热蜜之人多试酒且喜好心啊食物 或经常食肉吸烟 二,忧虑过度,不爱动 气密就是气肌郁结和通降失调 此时粪便停滞而不能下行 最终导致便秘问题 气密之人常有忧虑过度 情志不畅的表现 并且经常久坐不动 比如久坐办公室的白领容易便秘 三,年老体衰 当体内阳气虚衰 阴寒内生就会导致阳气不通 因肠道传送无力 大便、肩色而引发便秘症状 通常冷密多用于老年体衰以及久病人权还会伴有肠鸣、腹痛等症状 四,牢卷 虚密可以分为气虚便秘、血虚便秘和气血聚虚便秘 虚密之人多有牢卷身体虚弱的表现 其便秘原因与饮食内伤、病后以及年老体衰、气血两亏有直接关系 因为气虚常导致大肠传导无力 加之血虚精液无法滋润大肠 大便、婴儿坚硬难以排出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者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健康的那些事 好看